为什么功效型护肤品是未来的趋势 其他护肤品都要死亡 其实现在的人时间都挺宝贵的 还是像上次说的一样 就是他一个月的时间 给到美容院去做护理的时间 真的很有限 那他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 他怎么样让他的皮肤 发挥最好的一个状态 还有就是 那他在家里涂抹的这个产品 是否也能够起到辅助的作用 那如果说他在家里涂的这个护肤品 是没有办法起到辅助的作用的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他的皮肤来说 也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如果说他在家里用了这个成分 就像刚才宋院长说的 他只能起到保湿的作用 那其实对于他想要延缓他的 就是青春 或者是想要解决他的一些问题 是根本就达不到的 而且包括像现在的话 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一些 比如说灯光的刺激啊 或者怎么样 那我们回家之后 晚上睡眠的时间 细胞是最好的一个修复状态 在细胞修复的状态的时候 我同我的护肤品是否能够 给到我的细胞修复 能够添加辅助的作用 这个也很关键 所以这个宋院长的这个观点是 功效性顾名是未来顾名的趋势 对我说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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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